大家好,欢迎回到白三分大学小频道 2024喜马诺的Vanford万福德登场了 今天我们做点不一样的开箱 就是不开箱直接开光 边开光边跟大家聊 这个喜马诺的轻量化的仿车轮的实调感受 废话不多说,我们这就开始了 2024版的喜马诺Vanford万福德 现在上面上的是6磅1.5号的SIGA Invisi X探线 探线透灵 虽然说这是一个2500S浅杯的 但是我还是在里面垫的线 主要还是我比较抠门 这个卷线器的话卷杆还是很不错 它也是下放了很多新的技术 包括像这个Infinity Cross Infinity Drive 然后还有Duracross 包括它那个刹车片都是不一样 刹车片是不一样的 还有包括它有这个鲨鱼鳍 这个鲨鱼鳍我现在是没有换 就是用它原配的这个 我们抛第一竿 这个竿子的话我忘了说了 配的是今年版的revoltage 叫负电压加扣的 然后165UL的竿子 这个竿子还是便宜又好用 然后开箱的什么呢我都拍了 然后懒得坐 说老实话懒得捡 鱼也钓了不少了 今天一边钓一边跟它讲讲也可以 好我们开始第一竿 那这个卷线器的话 现在就是说它很轻 这是肯定的 2500S 我有它老板的那个2500S 那个的话我主要就是挂5磅的那个尼龙线 然后吊一下尊羽啊什么的 那这个的话我主要就是玩碳线的哈 现在新一代西班牙的卷线器还是仿车卷线器 它大部分中级以上的都用这个超米卷以后了 超米卷的话用碳线不是最友好应该说 容易一团炸出去 所以说像这个的话它不再超米卷了 刚好是一个compensation就是一个怎么说一个补充吧 互补 很轻然后它卷杆的话 其实比2020版的Vanford稍微要再绵密一些吧 但一样都是很顺滑 那你新的时候 这个它出来一般现在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除了那个Cardif 23版的Cardif有问题 究竟什么问题回头再说 然后主要是要看什么 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它到底是情况怎么样 时间长了以后 它到底是能不能保持这个耐久性啊 还是像那个第一天一样 用了时间久以后 特别是重于重多以后 它这个限价 Rotor的话 它也是一个叫MGL的Rotor 很轻 这个它相当于是一个平价版的Vanquish 万魁式 那个Static 相当于是一个平价版的Stella 它们走的是两个线路 这个是轻量版 轻量版 它就是不单单是自动轻 然后它主要的是一个应用上的轻 就是主要是体现在它那个Rotor的 在回转的一个低阻力和低转动灌量上面 或者叫灌性上面 今天的话有那个烟雾 又是那个野火又在烧 烧出来的烟雾 也在搞不清楚 这不行的话 我就直接换那个小的梯尾也可以 像那个火巴斯托 米多斯托那些 水温80度 80.5度 水色的话还行吧 这个能见度的话至少也有个三尺左右 这个杆子的话它重心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杆子 而且它设计刚好它前面那个手把是长的 整个基本上就是让你这样子拿 这样拿了以后 那个头重啊 什么整个重心控制啊 都非常非常好 然后重心刚才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你掌心中间啊 当中正中 杆子本来也短再说 再加上它配合的重心非常好 那玩这个极致触感还是很不错 那这只杆子的话 它评价200美刀不到 听一下这个声音 not a big fan of the sound 这个Stella肯定是没有这个声音的 OK 这声音倒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而且你就是闭上眼镜 如果你把那个耳朵塞起来的话 你也感觉不到它就是 是在震动啊 摩擦啊什么的 就是它不是那个主齿轮里面的 基本上就是那个罗拉这个地方 听听听这个声音 I'm not a big fan of this this sound 这泡了没五分钟 它这个顺滑度的话 肯定是跟Stella没有办法比的 OK 这两回事 然后再补充一下说 前面说为什么像这种轻量化的 特别是像这种 中低级数的这个轻量化的 两三年之后出毛病啊什么的 它会开始有那个质感明显下降 它其实就是一个刚性 Fish Fish OK 我们把鱼解决了再说啊 鱼弄上来再说 Fish Oh that feels good actually That feels like a good one 这油耳的杆子 六磅的线 也不能玩太力 慢慢玩它 慢慢的玩 Oh that's like two pounder maybe 两磅的鱼 有一会玩了可以 玩玩玩玩 玩玩 Oh maybe more than two pounds 这条鱼怎么 哦这条还是相当可以的 开光了 开光就是个三邦呀 Nice Nice 3 pounder 2024万福德正式开光 2024万福德 2024万福德 非常好 刚才种条鱼的话 三磅左右的话 这个泄力的话刚出了一点点线 所以说我没有把这个泄力设的特别特别松 因为这干子的话干腰其实还挺厉害的 我还是可以用一点力去来驳鱼的 增加这个泄力的效率 刚才的话 种鱼基本上在四米左右的地方 那还拉了一会儿 这游儿的竿子玩这个大鱼的话还是很爽的 反正慢慢的玩就行了 刚才的话 基本上没有拉太多的泄力出去 你要种小嘴的话 估计还是要拉泄力 拉出去跑 你看这个现在泄力就是这样子 这个基本上可能就是两磅左右的泄力 然后两磅 这个上面的两磅 基本上到这边的话 基本上五六磅 刚刚好好就是把那个线的拉力发挥到极致啊 这样子 我们这边的话这个火巴斯多啊什么的 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 但是像这个T尾的话 这个是什么时候都好 开泰克的一个Fat Swing Impact Swing Impact Fat 叫胖的2.8寸的啊 然后这个是Megabus的3.5克的Occasera Head 这个鱼头 这样子 它这个是自带会这样子都这样子摇的 后面这个尾巴的Kick要比像刚才那种Megabus的 什么的 这个后面这个尾巴的Kick 它的扰流啊 它的profile要大啊 所以说它引力的效果就更好一些 下沉的时候它的尾巴就一直在Kick OK 基本上这样 我们接着调 刚才还没讲啊 那个 哦 是不是应该讲到对啊 就是重地级的那个特别是轻量化的轮子啊 时间长了以后两三年左右 它就比较容易显现出它老化成老化 然后它的机能下降什么的 其他就是一个钢性啊 卷线器钢性的问题 呃 这个卷线器上面它毕竟不是金属啊 你说CI4啊 那些材料硬吧硬 那时间长了以后啊 它材料变形性啊什么的 毕竟不像金属这样子啊 保持性那么好 那它如果比如说机座变形啊什么的 嗯 又来了 就是到底就咬 机座变形啊那些情况出现的话 这个传导到手上就是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刚沉到底就瞪一口 哦 机座变形 变形了以后它齿轮跟齿轮之间 本来呃 本来齿轮的机座 间距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说它保持齿轮的绵密啊 然后你这个机座一变形了以后 它齿轮之间相对位置变了啊什么的 它这缝隙可能变大啦 然后它就给它咔啦咔啦咔啪咔啪就开始出来了 这样子 OK 看看 就是刚刚刺鱼的时候出了一点线 远距离的时候出了一点线 你看这 嗯 哎呀呀呀 那就是喜欢 往船底下钻啊 又是一条差不多大小 哇塞它在吃什么小龙虾 它吐了一网的小虾出来 虾壳子出来 它基本上就是坐在草线上面 草线上面下去就咬啊 又是正口 咔嚓一口 这条没有刚才大好像 嗯 力气还是很大 这个放在这上面玩玩还是很舒服的 你看就是又是正中一口 这个Occasera Head的这个威力啊 还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吧 看看这个咬的 哦塞 这个卡在这个地方 嘴巴里面这个都是什么东西啊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它应该是在吐那个虾壳子 这是哦 这就是一个虾壳子 你看看没有 半消化的虾壳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拿这个啊什么的 K K草线应该也是可以的 耶 它这边还有个 还有个纹身 这边 哦 可可爱 嗯 好走你 第二只 刚才讲到哪了 我船离得太近了 对这个齿轮机座 如果因为你这个机身变形的话 然后它齿轮的相对位置变了 那然后它那个 间隙啊什么都不一样了 所以前面可能绵密的感觉啊什么就没有了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呢 可能松胯了啊 间隙变大了啊 它整个卷杆啊什么都会变掉啊 这就是为什么像这种 什么重低级啊 或者它材料有的时候啊 就是啊 整机的 特别是它 机箱的这个材料啊 用的不一样啊什么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别 我想来拿那个crappy来玩一下 看看今天掉不掉的到crappy 大号了 当然刚才这两个已经超过crappy的一般尺寸了 这个十二三寸crappy也是没有像鲁鱼这样的力道的 进了草里面去 你看这是我从草里面拔出来 然后我刚才是把那个蟹力调送了一格 你看这拔草 调送一格以后 这个很明显 刚才我拔这个草的话 它屑里基本不会出现 现在的话屑里会 基本上出一格两格这样子听到声音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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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声音对吧 所以这个是测试啥呢 它那个drag 所谓它那个Duracross的一个效果 就是 它说Duracross 它卖点就是时间长了 它那个 刹车片不会磨毛啊 磨废掉啊什么 但是这个说老实话 它这个卖点的话 对于像我们一般情况的淡水掉黑炉 即便你是玩小泽玩非常细的线 这种情况下泄力经常会用的话 也不是特别有吸引力 因为你比如说用两磅三磅这个Drag的话 刹车力不是很大 它不像海里面掉GT啊 掉什么十几公斤刹车力上去 然后那GT拖着还像火车头一样出去跑 疯狂出现那种 那个是对你这个卷弦器的刹车是有非常严峻的考验 那像我们一般掉淡水的黑炉啊什么的 没有这种情况 那我刚才测的这个调松一格两格 看它这个泄力 其实就看它那个泄力的可调值 然后说你这个调一点点 它是不是就是有反应 有响应 这个调一格松 它是不是就能够体现体验出来 这反应到你手上的话 就是你在匹配不同的钓竿 匹配不同钓线的时候 那这个是非常有利的 为啥呢 不同钓竿 不同钓线 不同钓鱼的情况 包括你不同的做钓环境啊什么的 草多草少啊 障碍多障碍少 石头啊 水生啊什么的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 有人说你对泄力这个要求 你就需要比较精细范围里面可以微调 你不是说调一格 然后它跟调和不调 调一格 就是没啥巨大 没啥体验出来的差别的话 那你有的时候 第一它可调值就不多 第二的话 它有的时候不能找到真正适合你的一个刹车值 这个的话在出现啊什么的 钓鱼啊 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我们刚好这个万福德2500S 它本来又是个MGR的线杯的Rota转子的转塔这个设计 本来就是为精细做掉的这么一个仿车卷线器 那你这个刹车力 就不是说你刹车的刹车片 它的耐力耐久性有多强 而是说 它对于微调 能不能调到你这个用细线的这种适应匹配的情况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它这个卷呢 听到没有这个声音 就是钓了两条鱼以后这个声音 当然前面没有种鱼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声音了 这一点我还是不是特别粉 说老实话 它这个声音挺难听的 但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全新的时候 我还没磨合啊什么的 我给它一点时间 然后钓一下 这杆子反正就是很轻了 就玩起来这一套 还蛮舒服的 景色不错哟 水草 水草 鱼 这是今天的目标鱼啊 CRAPPY来了 我还有个水草呢 这是 那么小 小小的CRAPPY CRAPPY 太小了 我在找的是12寸的 特别像开台 可是那边盐特别多 钓完一次不拿下来 这条是什么东西啊 又是个CRAPPY 这条小鹿鱼 CRAPPY 小鹿鱼 CR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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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CRAPPY现在都在出现了 这太小了 怎么那么小 这个湖里面没有以前 没有那么小CRAPPY 从来没钓到过 哎呦 哎呦 天呐 那么小一个 把这个耳拳吞嘴里面去了 都是那么小家伙 小家伙 咬勾 满胸的 然后呢 这杆子上的反应呢 也还是很不错的 那种CRAPPY的话 直接就是 靠卷烟气 卷回来 基本上就不用什么杆子 你要碰到大点的鱼的话 才靠杆子拿 哎呦 全是CRAPPY 那边 就是那些小家伙 嘿嘿嘿 你看 这一路上给你卷回来 哦呦 我刺着稍微晚了一点 我吞那么深呢 啊 丢下去就咬 这是什么东西啊 啊 还是个CRAPPY吧 扁鱼 小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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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换个角度 第二只就咬 啊 啊 SUN OF A FISH 它的背驰 把我刺一下 他妈的 这下抽血了 我靠 哦 SUT 我们晚上又见面了 呵呵呵 还是半夜三斤 还在拿这个 2024版的 半福德 还不错吧 三磅多呦 长长的呦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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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呢 是我对2024版西马路的万福德的初步的一个星机性能大分 那空转体验的话是75分 顺滑轻盈MGR转塔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 那确实呢是快速启动快速停止 但是呢还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是有一定的松弛感 和Stella的绵密如丝啊有明显的区别 那负载回转呢我给他50分 在操作阻力比较大但是呢又主要依靠卷圈器回转的路牙啊比如说像夏爱的类啊和精细的Crambit这些实话 那回转呢它是很明显的感觉到比较吃力的 种鱼之后呢总体上是没有太空虚的感觉啊那这些表现呢可以给70分的 但是啊他在负载回转的时候啊他的罗拉部分呢 在种了一条鱼之后就出现噪音 那这声音没有 所以呢我给他扣了20分 那罗拉部分呢虽然是一损耗一进水的部分 但是作为2024年的新机啊在一条鱼之后就出现这样明显的沙沙声响 对S来说啊我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现在很多S的仿车卷圈器的罗拉部分啊用的都是他的新的防水质 但是我手里啊像今年这个型号 比如说24版的twin power 他的罗拉部分呢也是很早就出现了沙沙声啊 虽然说是没有24万伏的这样其实还没开始钓鱼就开始了 有沙沙声了 但呢也仅仅呢是在大约30条小嘴之后就出现了 所以对于以耐久性为卖点的twin power来说这也是不应该的 那这个呢我们留到以后对于这个twin power的测评的时候再细说 那这部分的问题啊我在罗拉里面点了这个S的蓝头油之后啊就没有沙沙声了 大家呢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的比较 虽然是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 但是呢我是在怀疑这个是不是跟S加在他这个罗拉里面用的防水质的粘度和质量有关啊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然后接下来关于这个刹车出现啊 这个Duracross的功效啊它发挥是非常正常的 那像细线博伸长啊 刹车啊可以很顺畅的启动出现啊没有断线的顾虑 这点对于以轻量化的和以细线啊非常细的线啊精细调法为主要设计 针对仿车卷线器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直接关系到细线能否实实在在的被应用啊 否则呢不论是线杯啊还是MGL轻量化转塔一切都为了精细你细线也用了 但是一众大鱼立马断线的话呢得不偿失了是不是 所以这部分呢我给他90分 然后对于刚性来说啊 那MGL主打的轻量化仿车啊 刚性应该说总体来说还是不尽如人意的 二四版的万福德再看一下它的转塔 压至前面的话你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有变形 然后它这个转塔根基其实不是就是它有一点点的缝隙啊 有一点play OK 跟它上一代的话其实也差不多 这是初代的万福德一样轻轻的一压 你看它就可以有变性 然后它转塔根基也是有play的 那给大家看一下它另一个代表就是它的牢固系 耐用系 这个是二四版的tune power 它的转塔 变形性很小 我用了很大力而且用了很大的力OK 然后它转塔底部没有任何的play 因为我动的话它整机都在动 这是它的区别OK 那这些在新机的时候不是问题 但是时间稍微久一点啊 刚性低的这个问题大概率就会逐渐显现了 特别是如果你的卷线其实经常用来搞比较大的鱼 高速鱼种搞海水搞障碍比较多的地方 长期反复高负荷情况比较多的话 这个部件变形造成的性能下降手感下降 就会越来越快 最后我们来讲讲外观设计 那相比上一代的话呢是去掉了更多这个红色的装饰 继续延续了2024年 席毛乐家一切设计向小眉球靠拢的原则 金属黑色总体来说呢是比较低调 但是充满了现代感 机身和上一代说老实话呢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总体外观设计呢我给85分 那综合对比上一代初代万福的话 和大家说实话 在使用上的话 其实呢除了这个刹车出现令我印象深刻以外呢 其他是没有根本上的差异 回卷手感上呢略微似乎更加丝滑的那么一点点 但是啊 这种区别呢绝对不是22版Stella和初代万福德的这种区别 就是一点点的区别 那在回卷启动方面啊 其实初代啊他已经非常非常的轻了 不过嘛这个价格啊要比初代要贵了大概10%到15% 当然了通胀嘛 这年头什么东西都涨价 大家也见怪不怪了 所以综上啊2024万福德啊 是总体来说一款适合精细类慢调的卷卷器 针对比如说道调啊 Neko啊 Microjig啊 不适合阻力大要靠卷线器来呈现的路 比如说精细胖鱼啊和夏艺的这类 那虽然下放了22Stella的部分技术 但是呢比起20万福德来说呢 并没有根本性的升级体验 如果您手里啊不曾拥有这个轻量化的仿车卷线器 而想要体验一把又不想烧穿荷包的话呢 那么这个24版的万福德是可以买来玩玩的 当然了我的话是不会用这个万福德设定为高负荷使用的情景的 如果你手里啊已经有20版的了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买的必要就不是特别大了 如果你实在想要24万福德的这个Duracross刹车片来专门应对细线的情况 那么其实呢可以怎么样配一个24版万福德的线杯啊 包括里面的刹车片大不了呢再来一个上面的刹车旋钮 那它这两个刹车的前盖好虽然说外观上是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它后面看上去是一样的 不过呢在我实际互换的时候啊 这个老的刹车盖啊装在这个新的这个轴上面的话 还是有那么一丁点那个不服贴保险起见的话呢 还是就是在上面再配一个盖子就可以了 好了关于24万福德的出印象就先暂时聊聊这里了 那黑五呢已经临近了 如果啊您想要钱包被暗算的100个理由的话呢 就记得关注频道的更新哦 大鱼奇远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